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不是 年轻人身体锻炼锻炼还是有的 主要是我比较热爱生活 要为我平淡的生活增添那么一丢丢的颜色 但是它不能是黄色 嘿嘿 更不可能是绿色 我刚想说你喜欢什么颜色 那必不可能是绿色 其实错的不是绿色 是爱情 原来小丑鸡是我自己 他选了个什么呀这是 啥 没什么毛病啊 机器人卡啥 上楼来个猴 不行 再把 呀 你要蜘蛛是吧 你玩蜘蛛 把他当蜘蛛人 蜘蛛人助力 你喜欢看西游记吗 西游记 你就别说西游记了 我 爷 这什么呀 他不是 他不是打野 哦 对 我不换 谁要给我换 辅助要给我换 那我不能跟他换 这买卖能送吗 那不能 你是哪里人呢 我是 我是东北人 你是东北人呢 是的 东北人 我听着 听着老板你好像也是东北的 那你来两句东北话吧 来两 来两句东北话 东北话算了 要么咱们来整点名词吧 什么是名词 看看你是不是东北人 名词 名 咱们猜猜词 看看你这个东北血统纯不纯正 猜吧 什么是名词 我喜欢暗词 第一题 外污地是哪儿 外污地就是 外污地 客厅 客厅 啊 外污地 我再给你 再给你一次机会 外污地就是 那是 呃 老板你怕不是个混血 你是混血人吧 我 我是混血人 被你发现了 我是混血的 就是我是 哪里混哪里的 哪里混哪里啊 我是满满混汉土的 哦 外污地就是 哎呀 外污地 外污地是哪 就是我不在的地方 但是是我家里的地方 这就叫外污地 那不是 那不是 我给你科普一下 外污地在东北叫厨房 不可能 你懂 那我们再来一个名词 卢钩子是啥 你知道吗 卢钩就生火那玩了 哎 这你懂 那我这天天生火 外污地就有就有卢钩子 小时候我奶奶的那个烧鸡蛋给我吃 可能是我学童比较纯正的 我比较喜欢烤土豆 烤土豆跟烤鸡蛋都好吃 这把我一定要制裁他们上当是谁 站出来 我抽抽 大虫子 这把他必长不大 他就是大虫子幼崽 上班虐他 吃啥呢 吃啥呢 老板 我吃花生米呢 吃饭呢 老白干嘛 老白干不会喝酒 你会喝酒啊 我也不会 据说酒量是遗传 但是据说也能后天练出来 我先跟这个小蛤蟆斗智动用一下 他吐我 你跟野怪打起来了 我跟野怪撕吧起来了 但是我觉得他可能是斯巴不太过我 他不太行 你要斯巴不过他你就被队友比爆了 那不能我必须跟他斯巴斯巴 我再变个型跑快点 我扯他火领子揍他 我扯他火领子揍他 他从这 带着什么玩意呢 你给我死 啊老板厉害 我的天 这是你带我还是我带你 我觉得我没有做到一个赔玩该做的 他该怎么办 等下我就去月查 你 你先计了 我死了 你这野打的挺慢的 我 跑的 没有那么快 打不过我算了 嗯嗯嗯嗯嗯 他咋还念经呢 这 一二 一二 哎哟哇 一一 一一 哦 哦 这剑声念咒没念好了 剑声 他他他他他太短了 赶紧念了一下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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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走吧 你走吧 我说定验点 你不能回家 他走了 对不起 我打了个空气 你准备什么时候去爬山呢 打算天气暖一点去爬山 天气暖一点去爬山 装备都买好了 我弄个什么登山帽 登山鞋 你是要拍爬猪木朗马峰 还是要放 要要 要要 要去等乔格里峰呢 我整个底的李斯峰 其实也不是不行 啊 你学过爬山呢 怎么就是我爬山挺好的一个事 让你跟我说的 就有点一文不值呢 啥也不是 我真的是去爬山的 嗨 开开心心爬的山 锻炼锻炼锻炼身体 大虫子 歪一下 啊 老板你觉得游戏的快乐在哪里 游戏的快乐在于赢 难道不是在于游戏体验吗 输了没有游戏体验 那你就是没有发现快乐的奥运在哪里 我觉得我现在就很快乐 虽然不知道 那个钱能不能买来开心 但是我有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 啊你问吧 我的快乐能不能卖钱啊 嘿嘿 你的快乐能不能卖钱啊 哪钱不能买来快乐 我想问一问 我现在跟你打游戏很快乐 我的快乐能不能卖钱 那不太能 我的快乐不值钱吗 不值钱吗 你的快乐值多少钱我也不知道 你是想按金算啊 还是想按两算呢 那你得给我拿个撑撑一撑 摸一下 再摸一下 再摸一下 我的快乐比较贵 应该是按克拉算的 我觉得 耶 我没了 我的快乐现在高低 得是个五克拉的大专戒 你只有五克拉的话 你先给我来个0.1克拉的我看看 0.1克拉用东北话来形容 应该是真别变那么大 你知道下一题真别变是啥呀老板 你是哪里人呢到底 就是 就是东北方言 我知道东北方言 我说你东北哪的 中北 巴比Q 烤右 全是烤右 你住 你住谁啊 没有那样的中北啊 但是我想去吉林爬长白山 长白山我爬过来 长白山顶上啥也没有 那天之洞的 长白山不用爬 长白山都走道的 当然你也可以不坐车 自己就是硬爬也是可以的 长白山有猴吗 长白山没有猴 鹅眉山有猴 那是我走错片场了 我 张幻师峡谷也有猴 我不选猴吗 今天是周级 今天是周级 太难了 感觉做平完以后 完全分不清 每天是周级 电子禁忌 其实我这个工作 老板爷也挺难的 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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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难了 你这打游戏还挣钱还难 你知道我这个工作 对职业素养要求很高的 要什么职业素养 对职业 对游戏有点绝对的理解 我都还得说话 我能能屈能伸的 然后就彩虹屁什么的 那都是基本操作 电子禁忌方面的工作 能屈能伸 我也能屈能伸 你说的是金箍棒吗 不是 我说的是脾气 看得出来老板脾气很好 脾气还可以吧 我 调整一下我的手机 咦 有人跑上来了 为你变魔术吧 什么什么什么魔术 这还能虚空变魔术吗 变魔术呢 变魔术呢 足以瞅我的角色炎雾 我预备好了 变完了 杀大虫的 弄他 他应该是有闪现吧 摸一下 老板厉害 这才是魔术 这是血条相吃树 原来你就是鬼术妖猴 我逮到一个乱跑的 兄弟娘 你跑去哪里呀 嗯嗯嗯 怎么着了 咦 啊我 我听你那个笔心上面说话 好像你会唱歌啊 那 在这儿要拓展多方面业务 如果只靠打游戏 怎么吃饭呢 万一没有老板点我 我今天的麻辣烫 不就没有角落了吗 你一天能接多少单呢 看状态 最近就比较想出去玩 也需要攒一点启动资金 就接单接的比较多一些 有时候接打了四个人 然后有时候接唱歌的人 然后有时候接唱歌的人 唱歌的人 一一一一首歌多钱呢 一首歌 看老板心情 但是低宝点歌的话 是三十块钱一首呢 我是个吃鸡宝 过日子的平静空女孩 要不一会 我体验一下 你觉得行不行 那老板点我是我的荣幸 必须给你体验一下 我老板就喜欢点我 点我打游戏 然后让我打游戏的时候 顺便调歌唱歌 你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唱歌 我还可以一边打游戏一边拿大顶一边唱歌 拿什么大什么 拿大顶 刀利 那确实是绝活了 大顶好啊 你一般是唱流行歌曲 还是唱古风歌曲 还是唱那种比较伤感的歌曲 有茶 有茶 有茶来茶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我做不到 这是一个陪碗的基本素养 不会可以学 基本素养 其实还差点 我觉得 其实我是出书的 你知道吧 出书 写书 我是写书的 其实我是一个 作家 被发现了 作家 那老板你就是打游戏来寻找 寻找思路 不是不是思路 我是确实是作家 那你是写写什么类型书的啊 小说 还是 啥什么 什么煽情的 霸道总裁 还是什么 文学 偶遇了 我来了 整他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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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我的兄弟们开着BGM朝我奔来 有没有起飞 有 普恩有没有 好像跑得有点快 我属于是 你这样打游戏还能碰到作家老板 我的游戏 我属于是帮助别人成功的 你知道 他给我蛤蟆枪 那谁让你不留证捷呢 他不光想着说什么老板 什么书 我能学一学 我我来替你扛塔 我我来我来 我滚 哎 咦 没事 这蓝蚂蚂可以啊 我 我身先是足 小子站在前方为您导航 扛塔就完了 你想成功吗 你想不想竞生成一个高级配玩 我我 简成高玩 我渴望力量 你渴望力量 其实你可以去看看 我肯定想呀 买一本我写的书 叫 叫这个解决你人生50%的问题 这个名字就很有很有深度 老板你自己写的吗 我自己写的 解决人生50%的问题 那太醒了 不愧是你 我我我决定我要买一本看看 不要把你变成一个成功的配玩 感谢支持 啊 你可以去买一本 这个解决50%的问题 我们换个角度想一想 我是不是买买两本就 就能解决百分之百的问题 是吧 买两本确实也行 但是买两本就有点二 你可以把一本看两遍 这样就是百分之百了 明白了吧 你可以少挖一本钱 你可以少挖一本钱 我是为了为了为了支持你呢 我买两本 就是你支持我陪晚的工作 我就抢我buff 是你呀对不起 好歹你看你给我下单了对吧 我肯定需要支持一下老板 那这样 那我们 这buff不叫强 我拿了buff我能杀人 老板说的对 你 你 你那个成功学的书 就能不能 我 我送你一本 你送我一本 啊 你讲的挺美 我先把他剑上杀了 别念了师傅 别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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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波线 老板你们说到说到书 说到书 你能不能 我们 既然相遇了就是缘分 能不能够 开个空 送你肯定是不可能的 你一单才二十块钱 我一本书四十块钱 相当于我给你二十 然后你 再给我二十块钱 结果我还白送你一本 那怎么能 怎么能那么算呢 那明明是我 送你一单 你送我一本书啊 我们很公平对不对 你这算的不对 你知道吧 不能这么算 我给你算一下啊 我给你下单 是二十对不对 你买我一本书 得给我四十 所以这单我们免了 然后你再给我六十 这样 然后你再送我三单 我们就平了 明白了吧 嗯 老板你 你明白了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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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 读我书的这些粉丝 装甲猴 现在是你这本书 就要站在前方 为我导航了 给我指引一下前方前进的方向 可以啊 你可以去看看我的书 可以 我忍痛来一本 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 舍不得三单六十块钱 没有办法成功 老板你人呢 我家满地图没找到你 我吃饭呢 干饭人 干饭魂 干饭成为人上人 嗯 我跟你们打游戏 我这些饭 我都没吃 老板你比一些事业太忙 忙得没有时间吃饭 不是 主要是因为 就是随便吃饭的时候 刷手机突然看见 然后吧 我现在哎呀 那这玩一下吧 那我就连饭我都没东西 我们这个可以称为猴把吧 缘分呢 我才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家的这么劣势 啊 这能行吗 我得站起来了 你爸死吧 我来了 我来了 我就在这里 我就在这里 耶 我好像 给你一口 人有点多 我好像拂电子破了 嗯 耶 飞了飞了飞了 飞了 老板厉害 七百块钱 拿死 嗯 把ADC杀了 ADC 对我一想法 咦 这有这么多人 有人有 啊 啊 哼哼 在ADC 哎 整的整的挺好 我朝小鹿来 战场战迷记者 给大家直播一下 三秒就好 三秒 上 耶 我没等解说呢 他没了 三秒 嗯 就三秒 这老板打游戏就我 我快乐了 我感觉我在放飞着我 老板你们成功人士 有什么烦恼 成功人士呢 有烦恼 我的烦恼就是有点太成功了 已导致我的书友 现在有点嫉妒 你知道吧 他们 他们 哎呀 我被 我被掐了 我刚要给他来一口 这不行啊 完了 他剑胜起飞了 哎哎哎 我这儿走了 嗯 这家 你这个飞为什么可以放两次啊 啥 嗯 能不能放两次吗 哦 对 好像改版了 你这猴都没玩过呀 我主要是 女孩子都喜欢漂亮的女英雄 你这个 这个 连女人 你不是 你是喜欢妖精 那蜘蛛 弹丝动的 都是小仙女 没想到啊 打个游戏也能碰上云玩家 回家了 这不是 不是云玩家 那你看你让我打野 我玩的 那 能是个妖精吗 你要谈我 原来你喜欢捆绑 我给你 给你定句 掐个海鲜 你见过小皮鞭没有 爷 我没见到 我见到这个鱼了 他给我 给我泡泡路了 对不起 爹 往这楼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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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很派 但是不当我皮 我只是经过 有烟吗 一铺的屋子人 你看都在这一块蹲呢 都美化六级考试又开始了 老板 我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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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 你 喂 等等我 我语言乱嘛 你要死了 嗯 不行 呃呃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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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FS 在ps 在我的游戏就是物杀啦 我不能接受 不能接受 要不把派到对面去 给他载了 我又不活了,我跟牌师弄就出来了 可恶,最后一个人没抢到 我欠你了 你这只猪不行,我现在把你拿一只猪吧 你要,你要理解一下我 我是,我这句话的意思,我是蜘蛛,跟我是蜘蛛 你是蜘蛛 对,我是蜘蛛 还是,我是蜘蛛,你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我玩的这个英雄,都是幽灵,他才艺的 怎么了,跑到大哥 应该是你是蜘蛛 我觉得我是蜘蛛 我不是蜘蛛 你们这只游戏是你们的,我溜的 没活你就呆着,老兵 你别着急上啊,你别着急上 我挺变,挺变,我来了,打野工具人 可以上啦 呦呼 先把剑身给我杀了,行不行,这ADC 这好紧呢 杀ADC 漂亮ADC,他又要五杀了 这,在你的游戏里一把,两个五杀这能忍吗 让我们挂机吧,我们两个 挂机吧 让他体验一下游戏的黑暗 他还跳舞 这种人,这小人得志,他一定 老板你给他寄一本成功学的书 教教他什么是成年人的心情 让他稳一点,你看这个人,拿着两个五杀就跳 我老板十高三话都没说 就不够沉稳,这种人 你玩确实也还行 用的挺好 你几点起的床啊 打工人一般都起的比较早 早起的鸟儿被闯吃 那是几点呢 那大概大约是那么个八九十点钟 晚上啊 我在 我在中国 我在阿尔巴尼啊 能不能 我把你几点几点起的呀 能不能团一本 我九点就起了 我得写书 我百分 我这 早上就写一个 解决你人生 百分之七十五的一本 那 那你出什么 解决百分之百 那麽的一本书 一定 一定要跟我 给我买张票 我自己最费买票 我要去你的那个什么 什么 见面发售会 我要去给你送花 你要给我送花啊 你要给我送礼物啊 那个什么 书友 这面会 不都送花吗 送花太熟了 送花 人家都直接就是上 送礼物 送点什么 飞机 飞机火箭啥的 网读书店面会送送飞机 有有钱的呀 就送送飞机哈 还有送张小卡片 哎 顶上写的什么 嗯 这个这个 谁谁谁我我喜欢你啊 你书写的真好 好臣 我宣你 那差不多这意思吧 老板点个赞 那那不够排面 我得整整树鲜花 然后去老板的图书发售会 就跟你高兴 也不用其实 我可以小开一手直播 啊俩面对面 你主要你住哪吧 我我我往哪往哪坐 不是往哪住 你住在哪个地方 住在哪里 对你住在哪里 我黑洞江齐齐哈了 啊你是黑洞江的呀 哪里其实有点远了呢 怎么怎么更远呢 我感觉东山省的海南不都是一起的吗 还带一嘎的那蒙古 我现在 我现在大概住在 住在那个 上上海附近 太远了 上上上海上海附近 那那现在主要是住在上海附近 我现在主要是住在上海附近 我坐火车好像得坐两两天才能到 确实 那我开了 再来吧 那我 可以再来 我这滑水了 我整个整个小猫咪 你附身一下 你不是会唱歌吗 会呀 要不现在你要体验一首 有能体验不 这正点是可以的 我能给出书的教授来一首歌 那是我的荣幸 老板们都喜欢点我打的信 然后又唱歌 对你唱首歌 我听听你的声音 这个帮你制定一下成功的方向 你给我整一条成功的思路 看如何打造我 是不是 嗯 那我们就来一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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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